мам...... Hey!我是Ricky的3d 平時做傍妝當然都是男性的 因為我本身是男性 但女裝比較少 我們就特 mik na toner 不如試試把女裝的妝容 看能否擅放在男人 экран 所以這次這個造型就是inspired by EHID的HotPaint裏面Hani的造型 護膚第一步我會用上Yipta的新肌水 我的用法很特別的 會倒上棉花道 濕透了之後 你用兩隻手不斷拍打皮膚 把新肌水裡面的精華注入皮膚裡面 Yipta有說過要拍到100下 我其實平時都有做到100下 很快會看到皮膚會有一陣光澤在這裡 之後第二步會用上Sassou的海姿天使 夏天天比較熱一點 我不喜歡用太多油份的東西 質地會比較高一點 很多時候我都喜歡這樣塗上臉 令到皮膚會有一陣保濕的效果 香港品牌Pure的這支眼霜 它的成分比較天然一點 第二就是因為它本身的質地很水壯 眼部很快吸收到 做一點按摩之後 你會覺得眼紋會細緻很多 Base方面我會用上Chicado的Grow Primer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塗完整個臉之後 會有一點點黏黏的效果 還有我覺得它上粉之後 粉底會貼薄很多 粉底方面我會用上Yipta的 這支Cream Foundation 它本身質地比較油滑 我覺得我們可以全面塗上就可以 因為粉底也挺貼面的 同時手的熱力可以令到粉底貼薄很多 Celo的這支Q Cover遮瑕膏 近來是我最喜歡的那支 它本身的質地比較Cream 當你塗上去之後 用粉底慢慢塗上去 它真的可以遮到你有印的效果 特別是黑眼天 又或者兩邊嘴角 這些位置都會遮得多些 然後碎粉方面 就會用Yipta的這支碎粉 拿掃子全面塗上去就可以了 另一個方面 我會用上鮮黏的這支光暗影粉 它本身有齊三種顏色的 淺色用來打光影 中調色可以做中和的位置 另外最深色的位置可以做陰影 我會先用一個細掃 將淺色的位置打在鼻梁正中間這個位置 兩邊拳骨這個位置 壓頭 還有最後就是下巴 然後我就會拿上一個大一點的掃 將最深色的陰影粉 在我耳朵對落的位置 一直畫直線去到下巴 目的就是將這條Jaw Line 可以收回一點 看上去就會比較瘦 最後都會用中調色 在這個鼻的位置 收回兩邊的鼻翼 因為本身哈尼的鼻都比較直 還有可以突顯 特別鼻頭的這個位置 眉方面我今次會用上 阿媽尼的這個綠色的眉膠 24小時都防水 如果夏天你會去沙灘 又或者多戶外活動的話 也可以用上 今次會用上這個三角掃 點上少少眉膠之後 在眉尾的位置放多少少色 把三角掃向前推翻 令到眉頭的顏色更加淺 這個是我很慣常畫的眉型 那大家今次這個仿妝 只需要跟回你自己的眉型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有眼油的問題 所以今次會先用上 Urban Decay的Eye Base 我會塗上整個眼蓋 和眼底的位置 它有兩個功用 第一它可以防止你的眼油 第二就是你塗上的眼影 可以更加實質 和更加顯色 眼線我會用上 MAC的這支黑色眼線筆 我會先畫上 內眼線的 由後面到中間的位置 和特別在眼頭的位置 最後畫上下眼線 畫到中間一半就可以了 眼影我會先用上 SURUMA的桃紅色 我會特別是先塗上眼蓋的眼尾位置 去到中間位 我會做一點點滑變 拿紙巾 抹乾淨的掃 然後我會擦鬆眼影 令到眼影會有一點滑變的效果 另外也會加上眼底的位置 之後會用上黑色的眼影 在眼線對上的位置塗上一點 因為黑色加粉紅色 會有一點漸層的效果 除了上眼之外 也可以塗上下眼的眼角 最後也會用上這隻 閃色的眼影 我會塗在眼頭的兩邊位置 令到眼角更加專注 嘴妝方面 第一步會用上 Armani的這支嘴和眼睛的primer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令到你的唇紋和皮 全部都可以軟化到 稍後 當大家塗唇膏的時候 也可以更加貼服 塗上色之前 我會先用上 剛才Yipta的粉底液 用手指 輕輕印在嘴的部分 令到嘴慢慢變白 最後也會選一隻 天紅色的唇膏 就是今次用上 Armani的J00號色 我會先塗在嘴裡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用手指 慢慢印開 藍色的眼唇妝 最好選上紅色唇膏 千萬不要選上紅色 要不然就會好像女生 Hani也有綠色頭 所以今天我要先做綠色頭 第一步我會先把所有頭髮濕 然後我會用上 威娜的零瑕底霜 把所有的底霜 塗在頭上 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色了 上色方面我會用上 Loreal的這隻Hair Chalk 綠色的 我們先記得彈上手套 我們就可以用海綿 一條頭髮塗上去 塗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快看到 有一個深綠色的 如果想做得好一點 K哥給我一個chip鎖 他就教我用梳 然後 梳起了頭髮之後 把所有頭髮全部塗在綠色 塗完之後 我就要把所有頭髮都會向前塗下來 但是頭髮都還未乾 所以大家可以用一個面罩 先放在面上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把梳 把所有頭髮全部向前梳 梳完之後 我覺得我真的有點像河童 最後我們會先噴上 SP的這隻噴油 噴在頭頂的這些位置 和後面的位置 塗完之後 我就會拿一個long clip 把頭頂的頭髮全部都夾起來 用風筒和一個捲梳 把前面的頭髮 和側邊的這些頭髮 都會用風筒捲一捲 吹一吹 令到頭髮可以更加順滑 吹完下面之後 我就會吹在上面頂的位置 最後這個髮型 我就會想做少少分界的效果 所以我就會在我眉頂的這個位置 拿著手推開它 然後用風筒吹一吹 額頭的這個位置 吹完之後 你就可以令到頭型更加固定 當然想令到整個髮型 可以固定到全天 就會用KMS的這隻Hair Spray 就會在這些位置 和遲音的這些位置 都會噴回去做固定 今次這個放裝 其實我真的滿意 因為我覺得 有顏色的東西 特別紅色或者紫色等等的東西 放到男生上 其實是很困難 但我覺得今次這個造型 是非常之好 很漂亮啊 Suteki 他不理我 這次這個裝有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眉 我這次選擇綠色 可以配襯頭髮 第二就是 如果你選擇一個粉紅色的眼影 放在男生上 記得可以用黑色的眼影 配襯 做一點漸變 你的後果就會自然 第三就是可以用一個紅色的唇膏 放在裡面做一個咬唇妝 放在男生上 其實都可以拿到的 我自己覺得原來 男生綁女團裝 其實都挺好玩 不如這樣 如果你都有一些女團裝 想我綁一下的話 在樓下留言給我 希望未來還有多些放裝 可以和大家分享到 最後要記住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拜拜